国米首战势力给全队上下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而蓝黑军团即将在明天凌晨主场迎战独龄 对于这场不容有失的比赛 国米也是把今年夏天的七大行员以及水货猫灵奥 都放下了这场比赛的当名单 他们都有帮出战和独龄的比赛 国米在今年夏天引入的老塔罗马丁内斯 台塔巴尔德 波利塔诺 奈因格兰 福尔萨利科 德弗拉和埃萨莫奥都出现在这份大名单上 而目前走不了的水货蚂蚁奥和一些想要留队的中列坎德雷瓦和恰拉莫 也被放进名单中 伤了快一个月的内因兰已经开始和球队进行合练 但是能否在这场比赛中出场 目前还不得而知 而面对实力并不太强的独龄队的挑战 主教练斯帕莱蒂这回不说豪言壮语了 相比他上一场对萨索洛的比赛前表态首战并生的好情壮志 这次斯帕莱蒂要得胜多了 他表示上场比赛国米全队都失去了以往的团结和自信 但通过合理的训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斯帕莱蒂仍然认为上场输球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他的战术选择等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面对多名球员受伤不能出场的独龄队 斯帕莱蒂认为国米必须拿出全部实力 先想办法拿下对手 至于场面好不好看都不重要 虽然国米的阵容相比上赛季有明显的提升 但国米主帅却表示这支球队目前只能先以纳布勒斯和罗马为对手 至于尤文 他们太强大了 国米 想要追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斯帕莱蒂还表示一较二敌 如果能得到队友更多的帮助 还能变得更强 而对于赖英格兰的使用 斯帕莱蒂很犹豫 毕竟如果让他现在出场 会有伤病复发的风险 总结下来 斯帕莱蒂仍然对于自己的战术很有信心 而国米的风险没有得到中场足够的支持 那英格兰现在虽然是国米中场的核心 但明天的比赛仍然不能冒险让他上 而国米目前唯一能打前腰 并且还算年轻的就是马里奥了 就看斯帕莱蒂敢不敢用了